先讲一下 家里如果说有那个电脑的人先装 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使用专业的程式编辑软体 那个程式编辑软体叫做IDE IDE叫做整合开发环境 这个叫做整合开发环境 那我们要用的那整合开发环境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有哪些IDE 这些都是Eclipse 那个我们要用的是这一个 那个被用到最多的是那个 把这个也要记下来 Visual Studio Code 那个我们是Java Visual Studio Code Visual Studio Code 那个你们如果在家里已经可以装了 我在下一个单元就是要讲这个 就装哪一个 装这一个 我现在装给你们看 它就会下载 稍糕耶怎么办 怎么没显示 你记住看一下 Install的Coding Pack 这Coding Pack就是那个 程式包 程式包 它下载就是现在就39秒 然后现在讲一下 这个叫install就是干嘛 装机 装 装什么东西 譬如说机器要装 也叫install 那我们现在要装的就是 Install Peter Studio Code 那先讲一下 IDE的ranking 被使用最多的呢 就是这几个 我们用的是这一个 它那个被使用的排行 我看一下有没有使用的排行 我看这个好了 那个 我用这个是Stack Overflow 它的排行在这边 Stack Overflow的那个排行 那个我看一下寻找那个IDE 好 这一个 好 在这边 好 这边 哎 同学看一下 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 本来要考的 可是后来隔壁班 它不是用跟我 我们先用这样 看一下萤幕 我们就是要用这一个 隔壁班 它不是用这一个 隔壁班是用 排行 它用Jcreate 好 反正我们要用这一个 我们用的是全世界 被使用最多的 71.06% 这个呢 是微软开发的 然后呢 你下载之后 就给它执行 我执行给你们看 你家里有电脑也要装 因为我们接下来上课 都要用这个软体 然后这间教室的电脑也要装 然后呢 装的时候就去按下一步 前面是英文 后面就中文了 然后下一步 他就开始装 这装大概两分钟之内会结束 就是他这边就开始有中文了 正在安装Visor Studio Code 然后那按Next 同学看一下啦 你家里也要装啦 装这个就是说 你就是一个很专业的 好 装完之后画面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就问你说 你要不要重新启动装中文 因为他会发现说你是中文环境 然后那个他马上就会出现了 反正我们就是利用这一个 怎么还没启动 好 启动了 对 就这一个 我把他大一点 我给他白色好了 改成那个高对比这一个 如果你有装 就是大家同学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装了之后就是这样 好 装了之后呢 你这边可以按一下 这一个叫做延伸编辑 那装了之后总共会有 这第一个套件是繁体中文 第二个呢 我看总共几个套件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装九个 九个之外呢 再装一个叫做IN IN 开头的 TE 然后装完之后再装这一个 这个叫做Intelicode Intelicode 它就是干嘛 看一下荧幕 它会辅助你 写那个程式 所以这个Intelicode也装 已经有装了 所以我们要装的呢 我去查一下 我们在这边写一下 我们要装的是那个 Intelicode已经装 这个叫Intelicode 要装这个Intelicode 所以呢 你在这边写一下 I-N-T-E L-L-I-S-E-N-S-E 有没有Intelicode 视频室 还是我拼错 我刚有没有打错啊 我要装的是这个啊 I-N-T-E L-L-I-S-E-N-S-E 对Intelicode 好 我们就再装一下 那个Intelicode I-N-T-E L-L-L-I-S-E-N-S-E 查一下 在这边在这边 记住 是Intelicode 然后按安装 好 安装完之后 对 好了 安装完之后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 来档案 那个新增档案 新增档案 那譬如说我们这个档案就是那个 叫做那个 MyFirst FIRST FIRST 点HTM 好 这解出来就是那个 建立档案 然后呢 建立档案 然后我们的程式码呢 就用刚刚 我们练习的程式码 好 刚刚我们那个在 在这边有没有 我把他那个拿出来好了 我拿那个我刚刚在那个 建立部落格的程式码 好 就这一个程式码 我Ctrl A 然后C 好 然后挥过头来 然后呢 我贴上 看这边一下 同学不要讲话啦 这边的话呢 他的好处就是说 你看一下 我现在如果说我要打一个H1 一打 他那个 会自动帮你提示 没提示 反正现在就已经有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执行他 执行的话呢 是按这一个 执行 等一下 停一下 把它录制一下 你利用网络 这个 这是W3School 他执行结果是放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利用那个 专业的那个 程式编辑软体 就这个程式编辑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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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执行的结果呢 就是放在荧幕下面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跟你们讲一下 我们学期末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练习 学期末的时候 你就是要写一个APP 装在美人自己的手机上 那我们学期末就是做这一个 好 那那个APP是什么东西 一个考试的所有题目 自己在上面作答 那作答然后评分 我们学期末就这样做 那一步一步 其实你只是要做一题 你会做其他的话 就是那个模式 有没有 全部做完 我们的题呼大概几题 600题 你们翻几个人 40个人 一个人分配15题 大家就是凑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档案 每个人share出去 每个人都有一个APP 那APP是你的名字 作者就写自己的名字 好 那以后别人说 你要准备什么所有的考试题库 我们全部都把它写成APP 还会评分 你还可以随机选 譬如说他题库是600题 你还可以一次随机选个实题 反正我们学期末就是做这个 用的程式是什么 用Java 就是用Java写 再讲一次 Java主要就是写手机的APP 还有各种电器